我叫李楚 进入这个游戏世界快一年了 目前的职业是一名道士 系统提示 有玩家进入新手运务区 这一年来呢 我做的只有一件事 他又来了 大怪生死 果然 随着等级提升 新手怪能提供的经验是越来越少了 虽然不清楚我现在实力如何 但一定不强就是 先给他的比例个小目标 生一百级 师父 我回来了 正好 乖童儿 又有买买上门了 快快随为师来 大师 您救救我女儿吧 前几天 我儿子被黑水浆的水鬼抓走了 现在还要抓我女儿 听上去 这水鬼至少要百年到号 是个狠决策 小娘子放心 这除水鬼的任务 我得云快接了 多谢大师 多谢大师 不必客气 图儿 这个新手任务就交给你了 为师在冠里等你好消息 师父 可我的实力 放心 打不过 还有为师给你斗敌 师父 你人在冠里 如何斗敌啊 为师自有办法 哦 师父的实力 果然神不可测啊 那我马上出发啦 站起来 就可以激活任务了吧 咋不听啊 又得不满了 爹 何妨小儿 赶来我这儿棒子 先去我一招 这是 换双 光子 呢 你想忘了吗 针子 中了我的幻屬 必定沉沦其中 似露一条 哼哼 deb 等级去让高达53 看来我必须认真对待了 总 这样将水打了 叻叻叻叻 这其中一定有误会 想想可真是好吧 若这精英怪的幻术 再强上一千倍 我就要命丧当场了 感谢李道长的救命之恩 真是多亏了您啊 新手村里大家都是好人 说话要好听 我超爱你 小李道长 吃了吗 一起啊 吃过了 谢谢 如果能买套房就好了 不管现实还是游戏 买房绝不会错 小李道长 小李道长 衙门有件案子需要你帮忙 可能今晚要住在那边 那我连续三百二十二天的烧客记录 岂不是要断掉 这可是个大型任务 重金筹械通宵加倍 重金加倍 周捕头说到哪里话 背后新手做安全 我责无庞贷 小李道长 你可一定要救救我 薛夫儿莫怕 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是啊 小娘子你放心 文武头一定护你周全 那我便说与小李道长听 我是薛家二房 自从我嫁入薛府 老爷便与大娘子争吵不断 谁知前几日 大娘子 竟 竟然 上条四尽了 昨夜 我隐约看见窗外有大娘子的影子 到了早上 老爷和全府的男爹都不见了 听起来确实离奇 今晚我便留下 看她是否会再次出现 昨夜 我隐约看见窗外有大娘子的影子 到了早上 老爷和全府的男爹都不见了 听起来确实离奇 今晚我便留下 看她是否会再次出现 会不会是薛勇害死了自己夫人 不知道 现在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根本无从查解 小道长 如果需要做反事 您尽管吩咐 奴家一定准备最好的相助 不止 抱歉 师父没教过我做法事 啊 不会做法事 那要怎么超度大娘子 你放心 我可以物理超度 来了吗 你都敢 死 好英俊的男人 英俊吗 我觉得自己平平无奇啊 如果你早点出现 我可能也不会缘和薛勇了 这么说来 大娘子可是已经放下了心中的怨念 哪有那么容易 好强的怨气 我现在还不到一百级 也不知道能不能对付这个六级精英 但若是小道长肯抱我一下 我大概就能放下 啊 虽然让你靠近相当危险 但只要能平息你的怨气 来吧 这 真的可以吗 我要是能早点遇见你该多好啊 嗯 对了小道长 你可千万要小心 有人想 这是 阴丝通宝 这也算是任务的额外奖励吗 哎呀 哎 可惜不是游戏里的流通货币 买方用不了这玩意儿 小李道长 这么快就结束了 嘿嘿嘿 那要不要去潇洒快活一下 我认识人 能打折哦 哎 不了不了 哎呀 小道长别害羞嘛 我只是觉得 这种事情没必要花钱吧 看脸的世界啊 扎心了 薛家这头解决了 下一个就该处理柳家村灭门案了 还好我又叫了小李道长 不然 哎呀 何人如此胖子 敢在衙门里行刺本官 我许 朝天雀 朝天雀州城府住所 死一位李星仪 请多关照 小的周大福 哈哈哈哈 见过大人 咱们没有从事关系 叫我李姑娘就好 听说你管辖的地盘 接二连三发生奇怪的案件 哦 你是不是心里有鬼 破不了案就拿斜碎顶罪啊 天啊 大人 天地良性 我真的是巨石上报 哼 若不是心里有鬼 于是为何不找朝天雀 反而却请一个江湖骗子 周捕头在吗 哎 小李道长 哼 道长 你之前请来那个 李楚是吧 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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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帅啊 那个啊 小李道长 现在不太方便 嗯 嗯 啊 啊 啊 废话真多 哎 哈哈 哼 哼 道长你好 我是朝天雀的紫衣卫 李轩仪 哼 哼 我又忘了 这是一个看脸的游戏 哼 哼 在下得云罐离楚 不知大人有何指教 朝天雀插爽 看来任务奖励领不到了呀 哎呦 不要叫人家大人 人家很小啦 而且我初来乍到还不熟悉情况 需要小道长从旁协助 哼 哼 那我与他原定的任务奖励 呃呃 按原定的给 嗯 作为修行中人 无被自当除魔伪道 走吧 我已经迫不及待要做任务啦 走吧 我已经迫不及待要做任务啦 李大人 这次的任务你有什么线索吗 根据宪报 女主人是被顿器击打之命 儿子则是被人下药 最离奇的是 男主人居然是被自己掐死的 所以 我断定是邪罪所为 哦 还有个女儿 据说是赘阳尔王 好了 我已经布下剑起弗林阵 哦 好专业啊 相比之下 我的物理曲协 就很单调了 哦 啊 小心 有东西过来了 看来这儿就是任务爱了 弟弟走了 娘也走了 弟弟也走了 这 这声音 娘 弟弟去哪儿了 你爹死了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爹 弟弟 你为什么要打我娘亲 这难道是 她的回忆 姑娘 你怎么了 你是谁 我娘那么善良 为什么要害她 喂 你刚才怎么了 魂身颤抖一动不动呢 当然是中了幻音 啊 你为什么没事 什么幻音 没听到啊 嗯 难不成是因为她 耳背 哎 可惜了这么帅切到脸 你退后 我没说话你千万别出手 好 你们有家人吗 嗯 我是孤儿 我也是 哦 好吧 啊 不能让她走 快想办法把她留下 不然后万无穷 会导致任务失败是吧 明白了 姑娘 你娘没了 啊 哼 别了 父亲和弟弟也没了 你也是个孤儿 啊 啊 让你留下她 不是让你激怒她 啊 你给我闭嘴 哎 你不是她的对手 躲着就行 叶娘烈焰服 去 魂婷去恶服 去 魁星盖是服 去 啊 哇 好气派呀 虽然不知道 魁星益 为什么不直接把怪杀了 但她应该有自己的想法吧 十八道灵符都打完 居然还活着 不过 她应该很虚弱了 抱歉 别怪我 姐姐 我好害怕 休想你放过我 我会乖乖听话的 哎 她的身世已经如此悲惨了 就给她一点临终关怀吧 放心吧 有姐姐在 别怕 好姐姐 快来陪我吧 糟糕 被算计了 李姑娘 你没事吧 需要我出手吧 快 快救我 好 好恐怖的剑法 这一剑 叫 叫什么名字 平A 小道长 你如今修炼到天人七星的哪一镜了 天人七星 是个什么玩意儿 刚才那招平A是哪位高人所创 哎 还有还有 女神可真麻烦 看来只能用师父你招了 正所谓 道法自然 招式也是自然误出 既然任务已经结束 还是早点回去吧 哦 好的 他一定是得到了高人真传 又不方便说 嘿 小道长 你为什么这么厉害 哟 我不厉害 你可不要乱说 小道长 你为什么这么厉害 我不厉害 你可不要乱说 去吧 徒儿回来了 师父 弟子有一事请教 但说无妨 何为天人其境啊 啊 这个嘛 只是一些修行的常识 其境乃是修行者需要经历的七个境界 分别为 幻体 气海 神河 画龙 万象 斩衰 通天 原来如此 啊 弟子斗胆一问 师父 您如今 什么境界 啊 无被修行 修的是心境 而非深境 若是拘腻于修为 便是排山倒海 又有何用 徒儿 莫要着相啊 啊 师父教训的是 弟子明白 小狐拜见三青这人 王这人保问我都过了一天 师父 这是 这是狐族 会定期来我道观 拜见三青 狐族 我怎么从来没见过 唉 你不曾出过新手村 如何见到 徒儿啊 你准备何时出村历练 我 唉 唉 我这徒儿什么都好 唯独这脑子 哎呀 罢了 你先去吧 是 师父 李楚 在不在 嗯 王龙七 李楚 这次你可一定要帮我呀 说我有什么事啊 我最近喜欢上了一个姑娘 这姑娘出身高贵 贪赌不凡 貌若天仙 我第一夜见到她 就爱上她了 但是 我的对头赵良才也相助了她 还要跟我抢 于是 我和她立下赌约 输的一方主动退输 赌什么 柳家牌坊那边啊 有一座荒宅 据说有凶兽出没 我们今晚啊 要在那待一晚上 谁先离开就算认输 嘿嘿 按照规则 我可以带一个人陪同 你不会抛笑的对吧 走不去 没讲你的肉 谁会讲 慢走不走 试诚之后 我就把德云冠翻修一遍 规模再扩见一倍 嘿嘿嘿 哎呀 见外了不是啊 我们是朋友们 走吧 我 我 王陆倩 你还真敢来啊 闲自己命场吗 小废话 过了今晚 公僧姑娘就是我老婆 我怕你活不过今晚 你们两个都闭嘴 公孙姑娘 你是特意来找我的吗 你俩的赌约早在镇上传遍了 我爹怕你俩闹出人命 让我来看看 兄李道长 你们认识 一面之缘 李道长 你怎么在这 你也是为了赌约爱来吗 算是吧 许久不见 他还是这么冷漠帅气 我好喜欢 既然事情由我而起 那我今天也和你们一起吧 这里这么黑 公孙姑娘一害怕 一定会扑到我怀里的 唐兄 你刚才是有什么办法 可以吓到公孙姑娘 小时一桩 这 闭嘴 你个胆小鬼 这是什么东西啊 好兄 他根本不会吃了我吧 你怕什么 这是欧阳的灵兽 不会伤人 你吩咐他们吧 楼下房间住着一位姑娘 你们五个先这样 然后呢 小李道长竟然为我而来 那要不要告诉他 其实我也 小李道长竟然为我而来 那要不要告诉他 其实我也 小李道长快进来 救我 外面有鬼啊 都是来碰瓷的吧 公孙姑娘莫怕 我能保护你 呆 你这念处 竟敢惊扰公孙姑娘 准此可恶 看招 公孙姑娘 没事了 一二三四五五 那我怀里这只 是 胸上一徒 公孙姑娘 你就别盘我手了 喂 我刚才感受到了振振阴气 这楼有些古怪 此地不宜久溜 葬哥 有鬼啊 小李道长 那我们一起出去吧 这怎么行 我可是收了钱的 你这个小道士 我堂兄可是非来宗最强利子 听他的 这没错 这里阴气实在太重 我们还是早些离去的好 这要看王上的意思了 不如今日赌约 暂且作废 我 我也 重有此业 我听闻 这户人在七八十年前便因谋反 被抄了家 又租了九族 从那以后 这里就变成了凶宅 看来确实不假 据我所知 这也不是杀鸡年 哪来的这么多小怪 我没死啊 喂 这一切 得加钱 一定要 一定要 太帅了 桃小鹏 这处是什么呀 鸭鱼 民族凶手为何出现在这里 难道 好恐怖的力道 我倒是可以用飞来福托神 可是作为正道弟子 如何能在此时抛弃荡地 喂 你们怎么不走了 吃不大一只鸭鱼 你看不到吗 很凶的好吗 交给我吧 这小白鸟要干嘛 这是怎样的一剑呢 师父曾以剑手 战杀一只神合径巅峰的角落 可是和他的剑手比起来 简直就是垃圾 真男人 从不回头看保障 不好了 黄寨那边出事了 有人活着离开了 什么 亚语呢 居然也没挡住啊 没用啊 一剑就被秒了 哪怕我亲自上 也一样回不来 总之 王冯尹解除之前 绝对不能出乱子 什么 亚语呢 居然也没挡住啊 没用啊 一剑就被秒了 哪怕我亲自上 也一样回不来 总之 王冯尹解除之前 绝对不能出乱子 谢谢师傅 不要谢我 这是昨天一位姑娘送来的 姑娘 哪位姑娘 名字 我忘了 不过我记得腿很长 不认识 长发 身材特别好 还是不认识 他留下了五十两营子 李欣一样 他是朝天雀的人 熊木不可刁眼 师傅 弟子有一事请教 但说无妨 柳家村有一户荒宅闹鬼 弟子可以前往剿面吗 这样的事 你不是一直在做吗 比如石里坡的灯笼怪 弟子担心如此修行 会不会杀孽太重 你所做之事乃是超度 并非杀戮 莫要乱了心神 是师傅 弟子受教了 也不知道那些个倒霉蛋 怎么就惹上我这徒儿了 你好 打扰一下 我是来度化你的 可能会有点痛 你忍一下 真是个练剧的好地方 之前还一直是七十二级 今天就七十三了 明天再来 那个小刀是又回来了 还一剑剑的找我们的人 可恶 你就一点办法也没有 你如果见过他初见 就不会这么问了 看来只能加快放音破坏的速度了 主人 叶尔终于找到你了 求主人 快去救救我的族人吧 救人 是的 我爷爷是锦里一族的族长 他让我认你为主 然后请你去救我的族人 哦 又来任务了 你先告诉我 你的族人在哪 不记得了 那抓他们的人又是谁啊 不清楚哎 那有什么办法能救出他们 不知道 小姑娘 那你记得什么 好像什么都不记得了 不知道为什么 记忆越来越模糊了 无妨 你应该是初次划行 还不适应 不如先住下来 等想起来 我们再去救人 主人 可以吗 师父 这 傻小子 经历认主 可是天大的机缘 他不是真的做你的族人 而是要和你的气运绑定 可是 老表 我在抢酒下挖到一个盒子 你们很喜欢这东西 当然不是 修行之人 岂能看住身外主 不过 捡到钱 总是应该开心的吧 那这些就 都送给主人吧 你哪来的 这么多钱 捡的呀 你哪来的 这么多钱 捡的呀 不知道为什么 每次我在岸边散步 都会遇到一些亮晶晶的东西 请你务必留在德云馆 想有礼道长在吗 李姑娘你怎么又来了 找我何事啊 我是来找你留心案子的 昨日城中发现了一名离奇似者 我在他身上 发现了一枚神秘铜钱 经我师父见地 那是一枚阴丝通宝 乃是冥界使用的铜钱 这种钱必只能在冥界使用 若是为活人取走 要么报备而亡 要么化为冥界之人 并听命于冥王 原来如此 这个任我接了 案发现场在哪 万春龙 梅桑一直都在万春龙卖艺 昨天他突然伤掉自己 手里还紧紧握着一枚阴丝通宝 姐妹们快来呀 小道长来了 小道长 是来找我的吗 糟糕 大意了 都干嘛呢 一副没见过男人的样子 李大人 梅香的事不是调查清楚了吗 怎么又带了一位道长前来 这位李道长是来为梅香姑娘抽的网生的 还望三娘允许 好吧 你们随我来 三娘 梅香是怀孕而死 与她结怨之人恐有性命之危 结怨之人 自她来到我这儿 从未听说与人结怨 只怕其中另有隐情 这就是梅香的房间 这是她的丫鬟 红枝 见过大人 你家小姐生前可曾与他人结怨 姑娘生前确实骂过一个人狼心骨肺 不情寡意 谁 是 王家七少爷 王龙七 黎楚 救我 梅香的死与我无关啊 我是人在家中坐 过从天上来啊 啥呢 天地良心 前天她来找我 我还给了她一百两银子呢 王七少爷 你让我家姑娘有了身孕 却只给一百两 未免太亲见人了吧 啊 生孕 不错 经我做验尸 梅香确实已有身孕 喂 我只是可怜她在给她银子的 我已经一年没碰过她了 红枝 这是怎么回事 是 是小姐让我隐瞒的 在身前还和赵阳才见我过 冤枉啊 她怎么可能怨恨于我 自从她怀孕 我越越给她送银子 放心 有我朝天却在 保你 力道当救我 宁神通广大 一定能保我一命的 三娘 今晚你就待在这里 也不要让姑娘们到处走动 我猜赵公子应该就是梅香的目标 我们就在这儿守住带兔 你在这里 我守住门口 她要是又把坏仪剑秒了 就没有什么事了 我出去看看 应该就在前面了 这 这不是梅香 这 这不是梅香 是 是 是怨气所化的亡粮 好 力量 死 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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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怨气在修复她的伤口 如果不能杀死她 只会让她更加强大 看来 只能使用杀手锏了 嗯 小鱼到这儿了 小鱼到这儿了 嗯 就 哎 你要小心提防 就坏了我的练习加持 每次都 你刚刚说什么 就 就是她每次受伤后 力量都会增加 原来如此 那只要不让她受伤 直接秒了就没问题了吧 没 没问题 哎 解决了 是啊 小道长好厉害呢 不用搜信 案件还没有解决 哎 解决了吧 好像没有 梅香昨晚没来 李大人 大事不好了 又出事了 很可能跟梅香有关 你说清楚 听说黄进士 曾和梅香关系亲密 我就去了黄家 可等我到了 母子二人早已没了气息 听邻居说 昨夜两人又因为梅香吵了起来 红之 大人 小姐在被两位公子拒绝后 才认识的她 但两人后来不欢而散 再没有见面 看来 这书生便是压倒骆驼的 最后一根稻草 它也成了梅香复仇的 第一个目标 周不头 带我去现场 大人 就是这里了 李姑娘 冥界之人散发的怨气 可有办法赶之 忘记之法是各大门派的 不传之秘 我朝天鹊并没有 不过修炼到了神河境 也可以做到神石外放 果然还要努力练剂 不然几百里外 被飞剑捅穿了 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等今天的事解决了 我就上报宗门 请一位高手前来坐镇 铲除一切妖孽 重振我朝天鹊 稍微 小哥哥 你愿意娶人家吗 激怒他 不愿意 为什么 难道我长得不好看吗 当然 你不会照镜子 混蛋 看 他急了 这位 好像更急啊 九龙梅花阵 青魂锁山阵 龙雷一电阵 这就是超能力吧 老胖 快出来看烟火 搞定 这下小道长 一定对我光不相看了吧 真厉害 那是 这种事还要看我朝天鹊 三娘放心 梅香已经被我胜利超度 多谢二位 以后有什么事 尽管找我朝天鹊 没问题 小道长 是住在德云罐吧 是 小道长以后若是不想努力了 可以来找姐姐啊 不努力 那我一朵妖怪 该如何自保啊 不努力 那我一朵妖怪 该如何自保啊 当务之急 是提升自身的感知能力 掌柜的 有没有能提高感知能力的功法 有 您稍等 此乃新眼术 仅凭一年便可感应人之气息 由一位修为经 仁剑法高超的前辈所助 最关键的是 他是一个下子 他著书的目的便是希望天下无相 但此法极难修炼 你若天赋不足无法修习 我可不退钱 明白明白 真是人傻钱多 天地万物皆有呼吸 用心去感受万物 方能感受万物的本源 气 而新眼看到的世界 就是气的世界 好神奇的功法 虽然像是睡着了 亦是却无比的清晰 这就是 气的世界吗 那是 阿珍 阿珍 你为什么要抛弃我 小伙子 你仇恨这个世界吗 你渴望力量吗 你 你当你是恩是鬼 是什么作用 拿着呢 你就可以拥有令人恐惧的力量 力量 只要你同意用生命做交换 那就可以让抛弃你的人 永远听命于你 对 我要变强 我想让他们 全部都听命于我 我 我同意 我不同意 哪里来的小道士 敢换老娘的好事 等等 道士 小哥哥 你 你可曾去过柳家荒宅 去过几次 你怎么知道 我已经打扰了 想找我 我抓到我 这女的果然和明界有关 看来这次的任务 不会这么简单的结束 为了你的安全考虑 还是把你送到朝天雀吧 事情就是这样 你是怎么发现明界那些家伙的踪迹的 我用了新眼术探查 新眼术 天上去很厉害 可以交给我吗 你自己学吧 挺简单的 我半天就学会了 为什么都是认识的词 连起来读就看不懂了 修炼是讲天赋的 你虽然差了点 慢慢感受就好 虽然很气 但又不知道怎么反驳 大王叫我来撒钱 怎么又捡到阴死通宝 主人最讨厌这些东西 统统丢进河里去 主人我回来了 今天运气不好 没有捡到多少宝贝 没事 小里导长 公司姑娘 你找我有事 清一楼又派出高手来刺杀我父亲 所以想请你去我家住两天 小里导长 公司姑娘 你找我有事 清一楼又派出高手来刺杀我父亲 所以想请你去我家住两天 公孙大人可是县令 朝天却不管了 我猜 想要我们姓名的人 更加有权势 太过分了 偷儿 你今晚就搬过去 务必保护好公孙姑娘一家 姑娘先走 我稍后就到 谢谢鱼导长 小里导长 秀宝 方才 这公孙姑娘 家事好 模样好 他爹又是先令 你要珍惜呀 我 我懂了 这次任务 相信你一定不菲 你懂个屁 小里导长 方便进来吗 请进 我熬了一点龙骨汤 快趁热喝了吧 小里导长真的好帅呀 要是能天天看得就好了 味道不错 此刻不知何时会来 长夜妈妈 我来陪你聊天解闷可好 这可不行 万一聊天分心被杀手得逞 我才要痛失赏金了呀 时候不早了 公孙姑娘早些回去休息吧 真的是太过分了 但是人家还是好喜欢哦 还是屋顶好 事业开阔又安静 干就一个县令 实在太无聊了 干脆把这个小道士也送走 小道士啊 我这一拳下 你可能会死 你带我明天炸开 什么 别的杀手 我们的宠户 这家伙来势汹汹 就是为了拍我一下 不对 一定是掉狐狸山 我才不会上当的 话说回来 若是刚才他的掌力 在大手千倍 我岂不是会受伤啊 这个世界真可怕 强者无处不在 一定要加紧升级 那小道士为何如此可怖 我是一拳 就算一座山一鹅 晃三晃 他竟然之后反正 就击碎了我的内弹 我命不久矣 得和兄弟们成信 不能让他们雷送死 说好的刺客呢 难道他们的计划 是让公孙哲活活老死 李道长 这几位是京城慎虚冠 充虚道长派来保护在下的 这位是石里坡 得云冠的李道长 公孙大人 我们既然来了 还是不要让闲杂人等 进入后院的好 不许你这么说李道长 公孙小姐 我们只是就事论事 并没有恶意 对吧 李道长 这样也好 在下告辞了 那我送送你 小白脸 好久没去荒宅列集了 只怕耍声了 那 这什么情况 小李道长回来了 好久没去荒宅列集了 只怕耍声了 那 这什么情况 小李道长回来了 小李道长回来了 徒儿 你终于回来了 主人 师父 这外面什么情况 听完你 前些日子的丰功为绩 镇上的姑娘就都来了 那 小月怎么也成了道士啊 因为我做了吉里许愿符 特别灵魅 前几天还帮李大娘 怀上了孙子 确有此事 真是辛苦你了 让我早日在夯城卖房 黎楚 开门 大声一上门了 是你啊 兄弟 赚钱的机会来了 幸福 果然理念 说吧 什么事 这次不是我 是我朋友 在下陈子恩 见过李道长 坐下说吧 事情是这样 前几天 子恩和妻子 经过庙峰山时 他的妻子离奇失踪了 当时我俩准备 在一座小庙休息 谁知他刚入庙 就消失不见了 这任务听起来好麻烦啊 不太想管 一口价 一百两 事不及时 我们立刻出发 好险啊 差点小命就没了 你俩躲开点 他来了 他来了 他带着熟悉的剑法走来了 我兄弟怎么样 李道长 这乃神人也 这都半个时辰了 不是说就在前面吗 我记得 就在前面 再找找看吧 妙风战什么时候 变这么大了 我们已经经过这里三回了 这恐怕是利用密林形成的障眼法 既然如此 你们都趴下 只要砍掉密林 障眼法也就自然消失 好熟悉的气息 是之前建国的 那只小狐狸 不会是他抓走了你的妻子吧 不合说 我只知道剑内 是在庙里消失的 可否让一下 这狐狸平日里对人十分恭敬 不该有此举动啊 相公 娘子 是我娘子的声音 你们在此等候 我过去看看 这么小的妙 哪有什么女子 刚才到底是谁在呼叫 还是说 她躲在这后面 魔杀 你看背后 好漂亮的小娘子 虽然不仅刚刚那位小道士 但你这副 你别乱来啊 刚才那位是我过命的兄弟 明镜可香 好 那你抬头看看 刚才你说什么 和那个道士有过命的交情 也不认手了 普通朋友而已 他死定了 不出三天 就会被我腹中的重腹炼火 黑牙大人 我已经按你的要求把人带来了 能把我娘子放了吗 真是一个天真的书生啊 不如我来做你娘子 好不好啊 既然出尔分尔 这两个人怎么办 不如就当我的晚餐吧 这两个人怎么办 不如就当我的晚餐吧 等等 临死前我还有一个问题 为什么你的肚子会发光啊 还好这次肚皮不好 下次出门要更紧时间 兄弟 我就知道你没事 你方才不是说跟我不熟吗 不要给他喘息的时间 我们一起上 好 刚刚图款 又一抢地 这世界当中可怕 抱歉了 青甲 你这个不讲一节的家伙 这只狐狸可以让我来养吗 他可不是普通的狐狸 他是狐狸 狐狸 赵国城都那种狐狸吗 我可以养他吗 待他烧好之后呢 我会问问他 如果他同意 我是没见 你回来了 事情还顺利吗 还算顺利 帮你书生就回妻子了 没有 那书生啊 这算哪门子的顺利啊 我顺利的升级了 我没看出来吗 这样就不同了 这么说啊 这只灵狐一直在帮助你 既然如此有缘 你不妨劝他在此疗伤 和他结为主仆 还是让他自己决定吧 唉 还是太年轻了 随时明日安排了一场华会 你务必要来参加 是 师父 师父 这样不太好吧 好图啊 时代变了 现在不仅要有实力 还要懂营销 本月上榜的相克 都将免费获得 小李道长免费上门驱鞋一次 是小李道长 李道长 我是榜一 可以抱一下吗 我们去解释一下 都有个并非法外之地 闪开 朝天蜷门像子一位 不是 都让开 喂 朝天蜷的人插队 你不管吗 下策一定 下策一定 现在见你一面可真难 唉 哪里的话 不过是多赚点小钱 听得几声吹跑 没什么特殊的 对了 你今日找我是为了何事 妙风山葛庄主的女儿葛翠花 染上了一种怪病 整日精神萎靡 药物调理毫无作用 每日都在念叨一个男人的名字 所以我怀疑 你怀疑这时候理解我 嗯 没错 就再叫你一起去看看 校长 您来了 只要您二位 能治好小女 我必中金重现 中金 重现 我必当劲力 跟钱不钱的没关系 都给我出去 我要见蟑螂 这葛小姐的脾气越来越大了 小姐 老爷带人来看你了 不见 在下离主 见过葛小姐 学生竟有如此出尘 绝业之男子 印堂发黑 竹竹望我之境 确实有问题 怪怪怎么了 不舒服吗 爹 你别说了 这门情事我同意了 我不同意 你 你不是媒婆 可小姐问回了 爹 你别说了 这门情事我同意了 我不同意 你 你不是媒婆 葛小姐梦回来了 你也不是来相亲的 当然不是 我女儿身子弱了 劳烦李道长说话 委婉一些 你 真的不是来相亲的 委婉的说 绝对不是 小五可恋 葛小姐 据我观察 你大概是碰到了梦魇 若是放人不管 恐怕性命不保 那 那该怎么办 今晚 你照常与她见面 我来消灭她 好的 领导长 葛小姐 请尽快入睡 我睡不着 小时候 爹爹都会抱着红卧睡 如果 如果 不来 不不不不 真解恨 新眼术 开 看来这段紫气 就是罪魁获胜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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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郎 翠花 张郎 今天我见到一位道长 样貌万中无印 所以我想 你想什么 和我分手 不不 我只是 原来你是洗心夜救旨 我 我 我没有 还想怎么变 在梦里 无所不知 无所不能 在这里 拥有最俊美的容颜 和无比强大的能力 可你却还会变心 说 那个人是谁 是他吗 竟能把冥想状态的我拉入梦见 这只怪物恐怕等级不低啊 这个家伙 我的样貌明明就是最完美的了 可他 竟然摔得超乎想象 可恶 着急可恶 我要你的命 刚才那一集 这两招是恐怖 动 动不了了 梦中的我 可是最强姿态 除非他的力量 不过了我的想象力 听葛小姐说 你又把怪异箭秒了 有什么不对吗 呃 你做的对 但梦魇无法在梦中被击杀 不过也不知道他逃到了哪里 只怕 我知道 啊 你知道什么 我用心眼术 记下了他的逃跑路线 是不一只 心眼之 我来了 我怎么有点 同情那只梦魇了 应该就在前面了 奇怪 明明是晴空白日 这里为什么会这么冷啊 如果我没猜错 它就躲在冰墙之后 啊 奇怪 这是广寒冬的披风剑印 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啊 先不管那么多了 看我把冰墙给熟了 啊 奇怪 这是广寒冬的冰封剑印 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啊 先不管那么多了 看我把冰墙给熟了 我说 通常不应该是召唤火龙吗 啊 我的冰剑还不够 只能召唤这火拳 啊 这是 虽然长相不同 但是悦寒的气血很相似 想必应该就是梦魇的本体了 既然找到了本体 就让我了结了它 等 等一下 啊 二位饶命 迷惑葛小姐的事 小人知错了 月封上一件宝物 来抵消罪你 宝物 话少说 什么宝物也救不了你 先听听看 万一它真有什么好东西 好吧 你说来听听 先说好啊 二位拿了宝贝 就要奉古在下 嘿嘿 我保证它不会带车上 嘿嘿嘿 好 二位请看 这是 秘境宝药 老实交代 这东西你是哪里偷来的 冤枉啊 这东西 从我醒来就在这里 不是偷的 此物很规中 无价之宝 待会儿我再跟你说 哦 明白 既然二位大人收下了 小的 是不是可以走了 不行 你不能走 这家伙 出尔反尔 我没有啊 我说的是他 不会再出手 嘿嘿嘿 现在我们来聊聊 秘境榜药吧 呃 好 所谓秘境 是独立于这片天地的小世界 天然形成的极少 绝大多数都是修行多年的得到大能开辟 秘境中往往都积累着大量的天才地方 对提升修为有巨大帮助 而秘境 就是进入秘境的关键 拥有秘境的大能会在陨落前 将秘境传给弟子或者上交宗门 可有时候 秘境会成为一张催命 同时秘境质带有些有损重重 少有不慎 也从身子倒下 而且大能们往往会根据自己的喜好 来修改秘境内的法则 我曾经见过一个秘境 指着女子进入 若有男子不慎踏入 则会引发天雷 看来所谓秘境就是游戏中的副本 总而言之 这东西虽然宝贵 却也烫手 你说了这么多 就是想说这东西危险 希望我能交给你 是吧 呃 我说的都是事实 而且这只是一把秘药的四分之一 你拿着也进不去秘境啊 那你说我应该怎么处理啊 嘿嘿 开个仗 卖给我朝天去 单刷副本确实有点危险 能换成钱最好 可我也不知道 这东西值多少钱啊 那就 这个是 先喊白银五百两 他觉得贵还可以再叫 成交 就五百两黄金 黄金 这四分之一就能抵一座豪宅了 我还是低估了他的价值 保药先由我来保管 等你把钱带了 我去交给你 这家伙 真是小心谨慎 那我们还懂什么 赶紧回阁府交差吧 小道长 慢走啊 帅哥 那我们还懂什么 赶紧回阁府交差吧 小道长 慢走啊 那个小道长 我一直很好奇 你看起来不像是个俗人 为何如此爱财 他该不是你 丢上了个钱了吧 不对啊 他不缺钱 难道是我的行为不符合游戏世界的人设了 就是因为我感情迟钝 很难做到与人共情 所以要用一般等价物来达成共识 一般等价物 钱币是人类社会的伟大发明 可以用来衡量许多无法量化的东西 你能理解了吗 差不多吧 可我平时见你师徒二人也挺朴素的 你攒钱打算干嘛 买房 就这 对 就是这样 一连三天都毫无收获 回去又要被张师兄骂了 这鸟山这把鸟当 明知道咱们搜上半个月也搜不完 他却待在衙门 小师叔快到南州了 张师兄是卯足了劲表现 失踪的可是他亲哥 毕竟 我们名义上是为了保护县里公孙大人 张师兄留在衙门也是情理之中 就那个屁 他是看上公孙姑娘 他就是缠人家身子 哎师兄 你这些牢骚 现在说说也就罢了 莫要让张师兄听到啊 我会怕他 当着面我也敢说 秦仪 行程的案子你处理得很好 当然过奖 多亏了五美家里的李道长 你已经要是对朝天确实无家之宝 这五百两黄金本作批了 此无至关重要 需有一名高手与你同去 可现在人手不足啊 唉 不如我去请师尊出山 啊 若他老人家能出手 那可再好不过了 是心仪吧 进来说话 童儿见过师尊 好些日子不见了 和行程的那个小道士 玩得可还开心 呃呃呃呃 您别乱说 我是去办事的 师尊 我找您是有要紧的事 希望您能随我出山同去 哦 说来听听 既如此 我便随你走一趟吧 多谢师尊 顺便啊 帮你把把关 见见你心心念念的小道士 唉 我才没有心心念念 都是您一直在提他 既然没有想他 你为何一直在刻意地回避 关于他的话题呢 呃 我 好了 不打趣你了 奇妙花枝 出 乖徒儿 我们走 哇 师父好厉害 只要能修炼到神河境 为师就送你一种花枝 这女的又想插队 嗯 啊 小李道长 这是我师尊 梅西师太 见过师太 确实生得一副好像吗 师太谬赞了 里面请 这杯是何人所利 这是家师的想法 看来师尊也是一位妙人啊 师太 这位就是我师父 嗯 乖徒儿 回来了 啊 雷 雷 雷格 师太 这位就是我师父 嗯 乖徒儿 回来了 啊 雷 雷格 嗯 嗯 梅 梅 梅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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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格 你老了 是啊 倒是你 反而越来越漂亮了 啊 有 有吗 他是你儿子 难怪有你当年的风范 李楚是我收养的小徒弟而已 并非轻生 师父 这是德云冠于道长 你怎么总叫他雷哥 于道长 可你当年传遍江湖的名字 是李雷啊 走江湖嘛 总得准备几个画名 日期为虚名所类 不如没到一处便换个名字 轻轻的喊 难怪我寻不到你 谁能想到当年明镇江湖的李雷 竟甘愿待在这座小道观里 既然是修道和道观大小 又有什么关系 于道长修位很高吗 完全看不出来啊 心仪 你太年轻了 三十年前的航城 谁不知道那横空出世的李雷大侠 他风神如玉 在航城四蛇站莲花 便倒十大高僧 又在殷山立战魔头 踏狱而归 只可惜 从没有人真正见过他出手 因为见过他神通之人 全都死了 都是过去的事儿了 不提也罢 不提也罢 有些事不提也罢 但有些事总该说一下 我寻你多年 只想问一句 你当初为何不辞而别 你今天必须给我一个交代 果然不管多大年纪 女人都可以说翻脸就翻脸 梅儿 我当年不辞而别 都是因为你呀 什么 因为我 哎呀 你对我的感情 太真挚 也太沉重了 他们沉甸甸地压在我心上 哪怕少一分 我都会心痛 我无法接受他 渐渐消失 所以 只能在他最浓烈的时候离开 多年后 我们坐在这里 坦然相对 不是很好吗 所以 爱会消失 对吗 师探 这就是那秘境宝药 心仪 我们走吧 啊 师祖 所以您俗家姓韩 给我取名姓李 是因为于道长 没错 您找了他这么多年 现在就这么走了 哼 他跑得了道士 还能跑得了怪 图儿 咱们赶紧跑路吧 梅西师探 不是已经走了吗 图儿 咱们赶紧跑路吧 梅西师探 不是已经走了吗 他走得这么容易 肯定没打算放过我 感情的事 果然十分复杂 还是这玩意儿香 你们醒了 谁 谁在出货 师兄 我们好像被偷袭了 别挣扎了 什么人 这是东海龙金 遇到真气会越缩越紧 专门对付修炼者 大哥 您是杰才还是杰色 接测的话 我和师兄肯定不 这两人的眼神 怎么色眯眯的 不 不是很建议 那就戳瞎了 别别 大哥 手下留情啊 我想起来了 你是青一楼金牌杀手金尸 认得我就好 这是我的弟弟妹妹 今天找你来 是要问几个问题 我们来自赵哥城 神区馆 是来保护公司大人的 都会抢答了 我们师父 是大名鼎鼎的 长手冲真人 他可是出了名的户短 你觉得 我会怕他 只是一个 善意的提醒 再敢废话 我就干掉你们 你们这次 一共来了几个人 五个 其中一个 修为很高 我小师叔 已是画龙中气 精彩绝艳 冠绝朝歌城 我就说 凭你们这种废物 怎么可能杀得了 暴老五 九妹 人交给你了 小哥哥 看着我的眼睛 你 你要干什么 就是这样 一直看着我 这是 射魂 有人吗 弟子见过江师叔 此番见到小师叔 神光内敛 想必离画龙之期不远了 行了行了 你任务完成得如何 我一直留在府中 保护公孙大爷 搜山是其他师弟在做 只是 哎呀 还未有收获 你们神识不能外放 搜山确实慢了些 还是我来吧 乾隆秘境一定要盯好 切不可让广寒宗的人 截足先登 广寒宗 那群混蛋 当年害死了我兄长 我一定要报仇 真相尚未明朗 对方又是十二仙门之一 不可鲁莽 弟子明白 江道长 有你的信 啊 我的 应该是给您的吧 你们的人在我手上 想要他们活命 请业掌江守寅 来妙风山南风 两位师弟修为不低 会不会是广寒宗干的 不太像啊 你们最近可曾与人结仇 是说 人家信上明明是冲你来的 我是刚下旅 怎么可能与当地人结仇 罢了 今晚我便去一探究竟 那我 你就留下来吧 我若搞不定 你去也是当下酒菜 还好用不上我 你就留下来吧 我若搞不定 你去也是当下酒菜 还好用不上我 我向来是除恶物尽 从不结仇 难道对方是求财 可信封了也没提前 现在的坏人 虽然卑鄙 但还是挺有眼光的嘛 救命 谁 道长 救我 姑娘可是遇到什么危险了 道长救我 这山上来了许多杀手 杀手 是啊 那些杀手好凶 有妖气 取我雷法 我一眼就看出你不是人 笑好 出来吧 蓝色小剑丸 阿吕啊 你去山下等我 还挺快 来得正好 竟然还有方向 去 太慢了 我以全身修为举起的八卦印 竟然没有抓到他 神石 外放 原来他们被困在这 小蜘蛛 你终于来了 你们做了什么 招惹了这么厉害的杀手 你不知道吗 你们两个 小蜘蛛 请赐脚 台积拳 真是江湖险恶 我如此小心 还是中了拳头 信神吧 我本想要直接出手 可惜弟弟妹妹忌惮你 便射下了这个拳头 我们无仇无怨 为何要来杀我 为什么 我有个结拜弟弟 叫做鲍武 临死前 用最后的力气 留下了一句遗言 哦 可这和我有什么关系 没关系 他遗言中说的人 肯定是你 臭道士 我要你血债邪成 不是 我真的不认识你五弟啊 八鬼 乾坤倒转 替神术 猛 出魔阵恶 神医剑绝 急 来得好 真男人就应该硬碰硬 给我 刮 吃我一剑 雕虫小剑 竟然又是提神术 可恶 说好的硬碰硬 你根本就不是男人 这家伙实力太过强横 若我没有受伤 也许还有一战之理 哇 你强归强 想留下我也没那么简单 我的晴天界速度惊人 你应该不会被追上 是 乖乖 长这么大还得飞得比我快 开挂了吧 你不要过来啊 最近柳家荒宅的高等级怪我越来越少了 等级升得好慢啊 如此看来 还是灯笼怪好 可以无限刷新 那是 飞天狮子 哎呀 最近妙风山真是不太平啊 这种精英怪又出现了 我还是小心回避 速速回到冠里才是上策呀 不是吧 哎呀 最近妙风山真是不太平啊 这种精英怪都出现了 我还是小心回避 速速回到冠里才是上策呀 不是吧 小道士 乖乖受死吧 这家伙到底是什么来路 为什么实力如此强悍 我想起来了 他是青一楼的金牌杀射金尸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才会招惹上他们啊 这可是连师尊都有些忌惮的组织啊 我身受重伤 证明硬刚胜算太小了 看来我只能用上这个保命底牌了 这下我看你还如何逃 真是麻烦 这个小道士居然敢对着金尸拔剑 是被吓傻了吧 拔剑之后一动不动的 将你卷入其中我很抱歉 但没办法 这就是命 传送 肾血罐 对不起了小兄弟 又想逃跑 该死的 这下真让他跑了 真是滑稽 又一只蝼蚁想要挑进我的王者尊严 看来你的力量一无所知 去死吧 蝼蚁 这怪物是迄今为止遇到的最强敌人 我真的要全力以赴了 我败变大小刀怪 只为给杜劫时增加一个技能 只要度过这次雷劫 我就能成为凶道之人了 雷劫的威力 太强了 姐姐希望来派你 在雷劫面前 切而出此 不该一提 我 真的要死了吗 好不甘心啊 一万我总怕用力过猛 伤技无辜 只是轻轻一挥 可这次 对手实在太可怕了 这 是剑芒 太强了 强到我甚至忘记了抵抗 能死在这种高手剑下 也算值了 只可惜 没能给老五报仇 等等 那倒是该不会 还以为他很强壮 原来只是虚胖 只是这剑芒 不知道要飞出多远 才会消散 即便没伤到人 伤到花花草草也不好啊 那星雨一样的光芒是格物 难道是死前的幻觉 我来的神灵 雷尖被打散了 这是 大哥 大哥怎么可能会被反杀 看来那个道士 还有帮手 我一定会想办法给大哥报仇 老四 你在干嘛 看看大哥的内单是否还在 有了这个东西 玉舍利大人 一定会为我们出头 我回青衣楼找帮手 你一个人千万不要冲动 嗯 有了这个东西 玉舍利大人 一定会为我们出头 我回青衣楼找帮手 你一个人千万不要冲动 嗯 公孙大人 大人 杭城有重大危机 请立刻向朝天雀请人 我要请得来朝天雀 还找你干嘛呀 我昨夜被青衣楼伏击 对方实力极强 青衣楼 他们不是要杀我吗 找你干嘛 那畜生不知道中了什么血 一口咬定是我杀了他们兄弟 若是让我知道是谁栽赃嫁祸 定饶不了他 大人 门外有许多百姓上门 称有一奇物进献 这儒生 气息有些古怪 这位是白师爷 博古通金 学府无车 不敢当 白先生 他们前来进献何物 一颗狮子头 我现在哪有心情吃东西啊 送到后厨吧 大人 那并非红烧狮子头 而是一颗真的石头 什么 我去看看 金石 能将金石斩杀之人 至少要比我高出两颗境界 当日林中究竟还藏着哪位高人 难道 是他 小李道掌杀之人 你要对我负责 我这徒弟终于开窍了 我真正的一波愿有传人喽 你站好 我先问问这位姑娘 师父 我都不认识她 人家都找上门了 你还说不认识 就是 姑娘你别怕 平道绝不护短 一定为你主持功的 那日我在后山杜劫化险 在最后一道雷劫即将落下之际 一道剑毛飞来 将我的雷鱼击碎了 那一击是我朝天斩却 也还是误伤到了东西吗 因此我并没有肚结完成 后来我向前辈请教 他说你便是我今后的修炼机缘 一定要我把握住 这小的柔惊的实力 都能斩断雷云了 姑娘 此事纯属意外 你想要什么补偿 我会尽力满足 我想追随你修行 你可以做我的主人吗 这哪是要补偿 这是白给啊 姑娘 我的修行与常人并不相同 你是不愿意对我负责吗 不 不是的 你暂且受下他吧 毕竟此事因你而起吗 唉 好吧 那我们暂且如此相处 你就和小月一样好了 谢谢主人 你也不用叫我主人 叫我李楚 或者小李道长都行 好的主人 李楚 快开门 你最好的朋友来看你了 主人 那我就先回去了 那我就先回去了 主仆 你翻个道士 哪来这么多仆人啊 这就是上次见到那位狐祖 喂 你不是同意让他说 认我为主吗 因为一些原因 他不得以认我为主 这就是上次见到那位狐祖 喂 你不是同意让他说 认我为主吗 因为一些原因 他不得以认我为主 唉 你来找我有什么事啊 唉 你听说过水猴子吗 杭城东边有个渔村 归我王家 昨日我家下人去收租 却听说 一艘出海的渔船 带回了一船水猴子 村民认为这是凶兆 超级家伙就要打 你猜怎么着 原来那些水猴子 都是出海的渔民变的 据说啊 他们打鱼归来时 遇见了罕见的暴风 迷失了方向 最终 他们的渔船 飘到了一座小岛上 而那岛上 就有一座西域宫殿 岛主准备了丰盛的晚宴 和热情的侍女 来招待他们 热情的侍女啊 说重点 岛主咽醒过他们之后 就送他们离开了 还赠送了大量珠宝 可刚离开岛 水手们就都变成了水猴子 按照惯例 水猴子是要被济海的 可面对亲人 村民们哪里下得去手 我听说之后啊 就把你的功绩宣传了一波 怎么样 哥们够意思吧 这种事 还是让朝天鹊出面比较合适吧 毕竟仙门背景深厚啊 是吗 那船上的金银财宝可是真的呀 村民们说了 愿意把财宝送给旧门恩人的 即刻出发 不能让村民再受苦了 好 主人 听说你要出门 我可以一起吗 你去干嘛 主人 你是不是嫌弃我没用 我很乖的 不会给你添麻烦 算了 你也来吧 是 主人 几森好美啊 说真的 我从小到大可没羡慕过什么人 可我是真的羡慕你 你骂我 我还是去找小白姑娘吧 小白姑娘 看到你 我突然想起了一首诗 她这是对着空气说话呀 一点小小的照眼法 你会换术 我们狐族女子天生便会换术 对我试试 主人 那你可要小心啊 我已经准备好了 你可以开始了 我已经开始很久了 她连一点感觉都没有吗 不行 表现这么差 一定会被嫌弃的 来了 得严阵以待才行 你 你没事吧 其实效果挺不错的 继续努力吧 主人 我们什么时候 签订灵气 我不需要这些 是不是我刚才的表现太差 你后悔了 怎么会啊 我答应收留你 就不会失言 我和小月儿也没有签订灵气 这个规矩 你是从哪听来的 祖宗前辈说 任主就应该签订灵气 这样主人就会赐你法宝 受你神偷 但也一切要听命于主人 不管别人规矩如何 我得云惯不是这样 我们是平等关系 大家互帮互助 谁也不该强迫对方 总之就是 万物有灵 众生平等 你听明白了吗 嗯 那现在 先把王兄的幻术解开吧 好的 李楚 他刚刚听我念了二十多首诗 一定是迷上我了 那现在 先把王兄的幻术解开吧 好的 李楚 他刚刚听我念了二十多首诗 一定是迷上我了 马上就到了 您一定就是小李道长吧 小李道长 道长来了 小李道长 你可一定要救救我儿子 还有我侄子 还有我老公 大家放心 我一定尽力而为 先带我去看看水猴子吧 好好 这边请 道长请看 他们刚回来的时候 还记得自己的身份 可现在越来越像猴子了 确实如你所说 他们已经开始失去人性了 老伯 如果我想去岛上看看 有人可以带路吗 有是有 不过 他们不愿意下船登岛 怕也变成猴子 明白 这点你可以放心 好奇怪啊 怎么了 按照海拖标记的 我们应该已经到了 这种云在海上常见吗 我从没见过 新眼术 开 这是什么东西 你丑杀 你害臊 白姑娘小心 乖乖 这是 鱼 鱼 这鱼也太大了吧 零叔保佑 虽然不知道 这种机密的海关 为何会出现 但是为了村民的安全 还是速战速决吧 这鱼比那条狮子好长得多 情样 小李岛章 不会是圣仙吧 哪里的话 只是条大姐的鱼罢了 这一切倒是和水省的描述的一般无二 除了那条怪鱼 这种装夸虽然十分谎言 但确实好看 日后得云惯有钱了 也加盖层 诸位远道而来的客人 欢迎来到永乐岛 我是本岛管家 你们几位不下来坐吗 他们和家中的妻子做了友好的约定 所以只能在船上等我 懂了 随我来吧 刀主已经准备好招待各位了 多谢岛主款待 可否容我问个问题 岛长请说 前几日 是否有一批渔民登岛 确有此事 岛主是否 还赏赐了他们金银珠宝 没错 岛长问这些 究竟所为何事 实不相瞒 我受望渔村所托 来调查渔民变成水猴子一事 望岛主告知其中缘由 一个无名小道 也来管闲事 实话告诉你 就是我把他们变成水猴子的 敢问岛主 这是为何 告诉你也无妨 因为我不只是永乐岛主 更是这方海域的龙王 告诉你也无妨 因为我不只是永乐岛主 更是这方海域的龙王 我上乘高贵的真龙血脉 总有一天 会晋升纯血真龙 这周围海域的水族 都奉我为主 这么说 是因为附近渔民在此打鱼 你故意惩罚他们 没错 他们抓捕我水族无数 还收下了我的财宝 罚他们做三年水猴子 不过分吧 确实 大哥 你别赞同他呀 我可是跟村民保证过的 但是我受人之托 也不好草草了事 不如我们各退一步 你解开咒语 我保证村民离开这片海域 如何 做梦 我若答应了你 如何对得起我的臣民 你我立场不同 既然不能达成一致 那便只能得罪 你要跟我打 自当禁令而战 我若打不过 还有我师父 我师父修为 通天彻地 你在威胁我 实话实说而已 如果他师父真是大能 那我免不了要遭殃 还是先试试他的成色 小道长 不如我们比试一番 如果你赢了 我就答应你 切磋较量 我倒是没问题 只是 我的剑下都没留过火口 若是全力以赴 万一一剑把他斩杀了 怎么办 你不必担心 此番比试我不出手 你就和我的手下败将 比试一下吧 来人 把人面鳄带上来 是 这人面鳄 乃是深海凶徒 实力强悍 几年前 由我出手制服 小道长若真是大能高徒 那击败此疗 必然不在话下 人面鳄带上来 如果你能击败这位小道长 我就放你走 我可以撕碎他吗 不可 去 无趣 双方选手就位 终于 自由了 新眼术 开 这家伙看着孙子 等于还没有尽尸稿 而且他身上恶气冲天 完全不需要留守 傻这样的妖孽 是功德 小道长一定要速战速决 这人面鳄拥有上古神通 拖得越久实力越强 多谢提醒 小娃娃 遇上我是你的不幸 这把刀和我一起 关在海底多年 已经很久没有喝过血了 保险起见 屁不深 开 毫无灵气波动 我看你似乎不是修行者 要不要我让你三招 人面鳄 别在这儿拖延时间 再不动手 我就把你关回去 别了 小娃娃 不 不可能 你明明 没有修为 什么 这可是顶级奴役人面鳄 秒了个怪物而已啊 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导主大人 关于渔民一事 好说好说 李道长随我上座 快上热菜 接着走月 接着舞 快上热菜 接着走月 接着舞 这个鳞片您收好 回去让他们泡水喝 三日之内必然痊愈 方才见识到李道长的修为 我有一件事 想拜托道长 其实在成为此地龙王之前 我还有另一个身份 寒家坠婿 我本是一个弃儿 是被师尊捡回山里 抚养长大 自从我觉醒了龙族血脉 祸事就接踵而来 师尊也因此寒恨而终 在我最无助的时候 我遇见了他 他出身寒家嫡系 地位尊贵 财貌双全 我们两人一见钟情 我便顺理成章地 成为了寒家坠婿 寒家族人也对我敬重有加 并没有因为我是弃鹰就轻视于我 然而 在一天夜里 他却将一只阵龙锥 刺进了我的脊背 原来 这一切都是早就计算好的 他们是要夺去我的神龙髓 注入给寒家的后背 难道是寒家麒麟 寒柱 没错 这十年来 我四处搜集天才地宝 也只能恢复一成修为 可此等血海深仇 我怎么能忘 你的意思是 希望我去替你报仇 岂敢劳烦道长出手 不过是想请道长 帮我找一颗画龙果回来 画龙果 没听说过 当年我在天南 结识了浮渊真人 在他的乾隆秘境中 就有一棵画龙树 在我新婚之际 他将四分之一的秘境宝药 送给了我 五百两黄金 我想请李道长进入乾隆秘境 并从中取回一枚画龙果 如有其他所得 全归李道长 这残缺的宝药 我曾在杭州城外见过一块 只要再寻得其余两款 便可进入秘境 此话当真 李道长果然是我的福星 只要您能取回画龙果 我必有大礼相赠 既然如此 我立刻出发 道长慢走 土耳回来了 主人 小白 你莫要跟过去 男人嘛 总有一些自己的小秘密 已经攒下这么多了 这一块虽然不能卖 但是只要去回画龙果 对了 眼下还有一件要紧的事 哎呦 小李道长 又来找秘籍啊 对 你这儿有没有那种伤害不高 但控制力强的秘籍 有的有的 您稍等 鸡杀怪我没事 万一伤到人就不好了 这是我最大的缺陷 找到了 鸡杀怪我没事 万一伤到人就不好了 这是我最大的缺陷 找到了 深本秘籍一定特别适合你 虽然看上去很普通 但是这儿的书本本精品 应该没问题 哇 知识点好多呀 也不知道多久才能练成 好久没背书了 生疏了 竟然要看两遍才能全部记下 找个人试试效果吧 月儿 我最近学了奎花点学手 想试试效果 你可以帮忙吗 要是不舒服 就眨眨眼 葵花点学手 现在可以动吗 看来是成功了 只是不知道效果能持续多久 小月儿 没事吧 没事 腿坐麻了 你学到解开了 为什么还坐着 我坐着坐着就睡着了 忘了 心里是睁着眼睡觉了 主人 我先回去了 好好休息啊 昨晚辛苦你了 徒儿 你过来 徒儿啊 喜欢姑娘 就要堂堂正正的去追 不能因为人家年纪小 就欺负人 弟子明白 可这和我有什么关系 你昨晚把小月儿 叫进房里 这是为何呀 我新学了点学的秘籍 让他帮我试试效果 你说的这个点学 它震惊吗 这里有真气残留 应该是前不久有人在此施展过神通 而且 此处的土质很新 下面必然埋着什么 让我来挖吧 小事说 又是 平时干活躲后面 领导一蓝爱表现 师兄 还是让我们来吧 三年前 师父派张预言外出寻找乾隆秘境 等了许久 反倒是广寒宗送来书信 说张预言以大欺小被人抓住 失踪无奈 只能低头诚恳道歉 后来长老们经过推演 算出张预言曾来过妙风山 现在看来 张预言恐怕是凶多吉少 小师叔 有东西 小师叔 节哀 没想到真是这个结果 小师叔 这师身尚未腐烂 我兄长会不会是刚刚遇害啊 不 他的神魂早已消散 师身新鲜 是因为被人冰封了 冰封 一定是广寒宗干的 我也只是猜测 你先检查一下 看看有没有什么线索吧 交给我吧 我哥一直有个习惯 就是在鞋底藏东西 你快打开看看 这是山里的地图 你看 还有条龙 说不定 就是秘境所在 前面带路 小师叔 我们到了 根据地图指示 这个石块应该是打开 尽时的关键 明白了 你退后 开 开了 这么容易就找到秘境了 你们先在这等着 我进去看看 秦宇啊秦宇 当年留你一条命 你在大方苟且偷生不好了 非要来自取命 赵殿 李清禾 情价血肠 今日必将让二人血债血肠 秦宇 你 你的行为 不可能 大明明已经经脉尽 尽身成为废人 怎么会 那我见证一下 你的龙男吧 天狗 开 你们开了 这么容易就找到秘境了 你们先在这等着 我进去看看 福渊 真人 于昊 福渊 石城淳阳正摇阁参子 修行一身 截然一身 想不到福渊 真人竟然在此陨落 既是前辈 我在灵前磕几个头 也是应该 磕个头就能拿到一块秘境宝药 真是血赚 夺宝 谁敢 哪里逃 速度还挺快 在下肾虚冠 将手淫 敢问姑娘是何来头 为什么要夺我秘境宝药 你猜呀 姑娘 消失了 正道女修 修为精湛 精通水盾 是广寒宗 还好秘药没丢 我好像知道了不得了的秘密 白灵姑娘好漂亮啊 是啊 比公孙小姐还好看 怎么样 那群大师来此 是为了一座秘境 而那秘境的前主人 就是封印了王上的老大 前主人 他死了 没错 虽然我没进山洞 但我看到了那老道的尸体 太好了 我们王上一直担心被再次封印 没想到这老道已经死了 现在我们剩下的敌人 只剩下一个小道士了 那可不是一般的小道士 白姑娘 你睡下了吗 啊 农家刚刚睡下 张道长有什么事吗 不知姑娘明日是否有空 我想约你水上饭粥 啊 让农家考虑一下 那我明早再来看你啊 你不会是动了春星了吧 哼 本姑娘修炼几百年 什么男人没见过 那你这几日 怎么总和她来往 我这么美丽一张脸 总要有人喜欢 才能证明我的魅力呀 这么晚了 谁啊 玉舍利大人 您怎么来了 凶说金石和老五都死了 我当然要来看看 有阴气 新眼术 开 你好啊 我去 有北啊 他想跑 我已经感受不到 这种级别怪物的 经验值增长了 也许真的该出新手村了 好怀念那条大鱼啊 若是没有见到它 我本可以忍受灯笼怪的 有情况 不来了 那现在 先把王兄的幻术解开吧 好的 黎楚 他刚刚听我念了二十多首诗 一定是迷上我了 马上就到吧 您一定就是小李道长吧 小李道长 道长来了 小李道长 你可一定要救救我儿子 还有我侄子 还有我老公 大家放心 我一定尽力而为 先带我去看看水猴子吧 好好 这边请 道长请看 他们刚回来的时候 还记得自己的身份 可现在越来越像猴子了 确实如你所说 他们已经开始失去人性了 老伯 如果我想去岛上看看 有人可以带路吗 有是有 不过他们不愿意下船登岛 怕也变成猴子 明白 这点你可以放心 好奇怪啊 怎么了 按照海托标记的 我们应该已经到了 这种云 在海上常见吗 我从没见过 新眼术 开 这是什么东西 你头发 你害臊 白姑娘小心 怪怪 这是 鱼 鱼 这鱼也太大了吧 黎叔保佑 虽然不知道 这种机密的海怪 为何会出现 但是为了村民的安全 还是速战速决吧 这鱼比那条狮子好长多 情样嘞 小李岛章 不会是圣仙吧 哪里的话 只是条大姐的鱼罢了 这一切倒是和水手们 描述得一般无二 除了那条怪鱼 这种装夸 虽然十分谎言 但确实好看 日后 德云怪有钱了 也加盖层 诸位远道而来的客人 欢迎来到永乐岛 我是本岛管家 你们几位不下来坐吗 他们和家中的妻子 做了友好的约定 所以只能在船上等我 懂了 随我来吧 道主已经准备好 招待各位了 多谢道主款待 可否容我问个问题 道长请说 前几日 是否有一批愚民登岛 确有此事 岛主是否 还赏赐了他们金银珠宝 没错 道长问这些 究竟所为何事 实不相瞒 我受望渔村所托 来调查渔民 变成水猴子一事 望岛主告知其中缘由 一个无名小道 也来管闲事 实话告诉你 就是我把他们 变成水猴子的 敢问岛主 这是为何 告诉你也无妨 因为我不只是 永乐岛主 更是这方海域的龙王 告诉你也无妨 因为我不只是 永乐岛主 更是这方海域的龙王 我上乘高贵的 真龙血脉 总有一天 会晋升 纯血真龙 这周围海域的水族 都奉我为主 这么说 是因为附近渔民 在此打鱼 你故意惩罚他们 没错 他们抓捕我水族无数 还收下了我的财宝 罚他们做三年水猴子 不过分吧 确实 大哥 你别再同他呀 我可是跟村民保证过的 但是我受人之托 也不好草草了事 不如我们各退一步 你解开咒语 我保证村民离开这片海域 如何 做梦 我若答应了你 如何对得起我的臣民 你我立场不同 既然不能达成一致 那便只能得罪了 你要跟我打 自当禁令而战 我若打不过 还有我师父 我师父修为 通天彻地 你在威胁我 实话实说而已 如果他师父真是大能 那我免不了要遭殃 还是先试试他的橙色 小道长 不如我们比试一番 如果你赢了 我就答应你 切磋较量 我倒是没问题 只是 我的剑下都没留个火口 若是全力以赴 万一一剑把他斩杀了 怎么办 你不必担心 此番比试我不出手 你就和我的手下败将 比试一下吧 来人 把人面鳄带上来 是 这人面鳄 乃是深海凶徒 实力强悍 几年前 由我出手制服 小道长 若真是大能高徒 那击败此疗 必然不在话下 人面鳄 如果你能击败 这位小道长 我就放你走 我可以撕碎他吗 不可 请 无趣 双方选手就位 终于 自由了 新眼术 开 这家伙看着孙子 总结还没有金尸稿 而且他身上恶气冲天 完全不需要留守 啥这样的妖孽 是功德 小道长一定要速战速决 这人面鳄拥有上古神通 拖得越久实力越强 多谢提醒 小娃娃 遇上我是你的不幸 这把刀和我一起 关在海底多年 已经很久没有喝过血了 保险起见 铁不山 开 毫无灵气波动 我看你似乎不是修行者 要不要我让你三招 人面鳄 别在这儿推延时间 再不动手 我就把你关回去 容别了 小娃娃 不 不可能 你明明 没有修为 什么 这可是顶级奴役人面啊 秒了个怪物而已啊 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岛主大人 关于渔民一事 好说好说 李道长随我上座 快上热菜 接着走月 接着舞 快上热菜 接着走月 接着舞 这个鳞片您收好 回去让他们泡水喝 三日之内 必然痊愈 方才见识到李道长的修为 我有一件事 想拜托道长 岛主淡说无妨 其实在成为此地龙王之前 我还有另一个身份 寒家坠婿 我本是一个弃儿 是被师尊捡回山里 抚养长大 自从我觉醒了龙族血脉 祸事就接踵而来 师尊也因此寒恨而终 在我最无助的时候 我遇见了他 他出身寒家嫡系 地位尊贵 才貌双全 我们两人一见钟情 我便顺理成章地 成为了寒家坠婿 寒家族人 也对我敬重有加 并没有因为我是弃婴 就轻视于我 然而 在一天夜里 他却将一只阵龙锥 刺进了我的脊背 原来 这一切都是早就计算好的 他们是要夺去我的神龙髓 注入给寒家的后背 难道是寒家麒麟 寒柱 没错 这十年来 我四处搜集天才地宝 也只能恢复一成修为 可此等血海深仇 我怎么能忘 你的意思是 希望我去替你报仇 岂敢劳烦道长出手 不过是想请道长 帮我找一棵画龙果回来 画龙果 没听说过 当年我在天南 结识了 浮渊真人 在他的乾隆秘境中 就有一棵画龙树 在我新婚之际 他将四分之一的 秘境宝药 送给了我 五百两黄金 我想请李道长 进入乾隆秘境 并从中取回一枚画龙果 如有其他所得 全归李道长 这残缺的宝药 我曾在杭州城外 见过一块 只要再寻得其余两款 便可进入秘境 此话当真 李道长果然是我的福星 只要您能取回画龙果 我必有大理相赠 既然如此 我立刻出发 道长慢走 土耳回来了 主人 小白 你莫要跟过去 男人嘛 总有一些自己的小秘密 已经攒下这么多了 这一块虽然不能卖 但是只要去回画龙果 对了 眼下还有一件要紧的事 哎呦 小李道长 又来找秘笛啊 对 你这儿有没有那种伤害不高 但控制力强的秘笛 有的有的 您稍等 鸡杀怪我没事 万一伤到人就不好了 这是我最大的缺陷 找到了 鸡杀怪我没事 万一伤到人就不好了 这是我最大的缺陷 找到了 三本秘笛一定特别适合你 虽然看上去很普通 但是这儿的书本本精品 应该没问题 哇 知识点好多呀 也不知道多久才能练成 好久没背书了 生疏了 竟然要看两遍才能全部记下 找个人试试效果吧 月儿 我最近学了奎花点学手 想试试效果 你可以帮忙吗 嗯嗯 你要是不舒服啊 就眨眨眼 葵花点学手 现在可以动吗 看来是成功了 只是不知道效果能持续多久 小月儿 没事吧 没事 腿坐麻了 你学到解开了 为什么还坐着 我 坐着坐着就睡着了 忘了 锦里是睁着眼睡觉的 主人 我先回去了 哦 好好休息啊 昨晚辛苦你了 啊 徒儿 你过来 徒儿啊 喜欢姑娘就要堂堂正正的去追 不能因为人家年纪小就欺负人 哼 弟子明白 可之后我有什么关系 你昨晚把小月儿叫进房里 这是为何呀 哦 我新学了点学的秘籍 让他帮我试试效果 哦 你说的这个点学 他正讲吗 这里有蒸汽残留 应该是前不久有人在此施展过神通 而且 此处的土质很新 下面必然埋着什么 让我来挖吧 小师叔啊 不是 平时干活躲后面 明导一蓝爱表现 师兄 还是让我们来吧 三年前 师父派张玉言外出寻找乾隆秘境 等了许久 反倒是广寒宗送来书信 说张玉言以大欺小被人抓住 失踪无奈 只能低头诚恳道歉 后来长老们经过推演 算出张玉言曾来过庙风山 现在看来 张玉言恐怕是凶多吉少 小师叔 有东西 小师叔 节哀 没想到真是这个结果 小师叔 这师身尚未腐烂 我兄长会不会是刚刚遇害啊 不 他的神魂早已消散 师身新鲜 是因为被人冰封了 冰封 一定是广寒宗干的 我也只是猜测 你先检查一下 看看有没有什么线索吧 交给我吧 我哥一直有个习惯 就是在鞋底藏东西 你快打开看看 这是山里的地图 你看 还有条龙 说不定 就是秘境所在 前面带路 小师叔 我们到了 根据地图指示 这个石块应该是打开尽职的关键 明白了 你退后 开 好 门开了 这么容易就找到秘境了 你们先在这等着 我进去看看 开 好 门开了 这么容易就找到秘境了 你们先在这等着 我进去看看 伏冤 真人 于昊 伏冤 石城纯阳正摇阁参子 修行一身 截燃一身 想不到伏冤真人竟然在此陨落 既是前辈 我在灵前磕几个头 也是应该 磕个头就能拿到一块秘境宝药 真是血转 多宝 来 赶 哪里逃 速度还挺快 在下肾虚冠 将手银 敢问姑娘是何来头 为什么要夺我秘境宝药 你猜呀 姑娘 消失了 正道女修 修为精湛 精通水盾 是广寒宗 还好秘药没丢 我好像知道了不得了的秘密 白灵姑娘好漂亮啊 是啊 比公孙小姐还好看 怎么样 那群大事来此 是为了一座秘境 而那秘境的前主人 就是封印了王上的老道 前主人 他死了 没错 虽然我没进山道 但我看到了那老道的尸体 太好了 我们王上一直担心被再次封印 没想到这老道已经死了 现在我们剩下的敌人 只剩下一个小道士了 那可不是一般的小道士 白姑娘 你睡下了吗 啊 农家刚刚睡下 张道长有什么事吗 不知姑娘明日是否有空 我想约你水上饭粥 容奴家考虑一下 那我明早再来看你啊 你不会是动了春星了吧 哼 本姑娘修炼几百年 什么男人没见过 那你这几日 怎么总和她来往 我这么美丽一张脸 总要有人喜欢 才能证明我的魅力呀 这几日 这么晚了 谁啊 玉蛇丽大人 您怎么来了 听说金氏和老五都死了 我当然要来看看 有阴气 新眼术 开 挺好啊 回去 有鬼啊 他想跑 我已经感受不到 这种级别怪物的 经验值增长了 也许真的该出新手村了 好怀念那条大鱼啊 若是没有见到它 我本可以忍受灯笼怪的 有情况 不来啦 有情况 不来啦 白姑娘 你今天打扮得好漂亮啊 模样还算不错 如果没有见过那个小道士 我本可以接受他的 白领姑娘 你怎么在发抖啊 我居然在发抖吗 都怪那个小道士 给我留下的阴影太大了 没什么 龙家穿上衣服穿少了 有点冷呢 我还以为姑娘听到了静一河的传闻 什么传闻 传闻就河里出现了水鬼 还会跳上水面来抓人呢 哎呀 人家最怕鬼了 哥的胸膛见你靠 普天之下 没有鬼怪能进我张玉兮的身 那我算什么 哎呀 你可要保护好人家哦 这么轻松就搞定了 不愧是我 好恐怖的威丫 请跟我们上不相上下 别思议话 想要她活命 半个时辰内 叫江守阴 带阳山庭 心有此理 抓了我的女人 还要命令我 看见 半个时辰 杨山庭 江守阴 记住了 小师叔到底干了什么事啊 惹来这么多高手 把这女人绑了 大人一出马 果然手刀勤来 按照计划 我在这儿等 你们去盯着 随时汇报 是 变成人行后 这家伙还挺帅的嘛 一直盯着我 你不怕我 为什么要怕你 我这张嘴可不能闲着 这次带的零食已经吃完了 一会儿 我吃什么好呢 那要看你喜欢吃硬的 还是软的 当然是硬的 越硬越好 不过 今天我倒是不介意吃点软的 有人来了 是 是他 看来刚才看到的强大器 就是这位大叔发出来的 你是江守阴 不是 但是请你放开那个姑娘 去去去 今天大爷有正事 饶你一条狗妙 看不见我 看不见我 我再说一遍 放开那个姑娘 好心饶你一命 你竟然还敢拔剑挑衅我 让我死 好快 我的牙能咬碎些 我的爪能撕碎些 七百年来 从未 你 你还是个人 现在 该舞的 不好 我错了 有人开挂 念旧铁部山一来 我第一次受如此重伤 若他攻击力在墙上摆倍 加上那恐怖的速度 岂不是可以随意虐杀我 速度 是我新的端板 不过眼下 还是要先救下这位可怜的姑娘 姑娘 那妖物已经被我一箭斩杀 你不用再害怕了 你不用再害怕了 你不要过来啊 姑娘 那妖物已经被我一箭斩杀 你不用再害怕了 你不用再害怕了 你不要过来啊 这怪我着实可恨 竟将无辜女子下成这样 姑娘不必害怕 龙家 却不能被她发现我的身份 否则小名不保 道长大恩大德 小女子敢见不见 姑娘不必客气 敢问姑娘哪里人事啊 奴 奴家白领 年方二八 无外地人事 随家父流亡至此 散住在杭城雅蜀 被她满意吗 我可以走了吗 我们刚好同路 我送你回去 不不不不不 不劳烦道长了 牛家可以自己回去 姑娘 你心神不宁 我断然不能让你独自回去 而且师父一直教导我 帮人帮到你 送佛 送到西 小脸啊 她要送我归室 白姑娘 劳烦小道长了 师叔 不好了 白领姑娘让人抓走了 你慢点说 山里出现了一只玉蛇猎 宫里相当深厚 抓走了白姑娘 还点名让你去 又是我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啊 罢了 让无辜之人受到牵连 我不能坐视不管 小师叔 我愿与你一通 不用 我还是带驴去吧 小妹 是她吗 没错 就是她 怎么没人 难道敌人是在暗处埋伏 神石 开 前方树林有战斗的痕迹 依稀能感受到残留的剑气 这只妖物似乎就是玉蛇猎了 不对 我好像又要沾染上什么莫名其妙的因果了 此地不宜久留 溜 什么情况 玉蛇猎大人 怎么可能放她离开 走 上去看看 那么大的一只玉蛇猎 好顿顿的就没了 前面好像有什么东西 去看看 玉蛇猎大人 四哥 这下我们怎么办 沉热 这幻面 为什么如此眼熟 李道长 前面就是府衙了 我们就此别过吧 我从来没有觉得一个地方 这么倾斜过 白姑娘 再见 再也不见 李道长 方才听说白姑娘被抓走 可担心死我了呢 这次多亏你出手把她送回来 啊 分内之事吧 啊 小李道长 你受伤了 没什么答案 过两天就好 那怎么行 去我房间吧 我帮你擦药 顺便把衣服也补好 我帮你擦药 顺便把衣服也补好 小李道长 你坐这儿别动 我帮你缝好袖子 都出血了 这妖怪好凶残 没事的 姑娘不必担心 李道长 你真是太不小心了 真的没什么 好深的伤口 不仔细处理会留下伤疤的 我 我先去给你缝衣服吧 好了 好错 多谢公孙姑娘 李道长喜欢就好 李道长 我这两个日总觉得肩背处酸痛 你能帮我看看吗 不如我给你按摩一下吧 在下刚刚修炼了一门点穴的工法 小李道长还会按摩 她难道想占我便宜 完全可以直说吗 我最近啊 在研究人体穴道 颇有心疼 应该能帮到你 啊 这丫头在搞什么 吃了 会玩 原来他们两个人是这种关系 喂 我找到对付小道士的方法了 当真 我们结一个他不得不救的人 引他去服侍洞见王上 可是他无父无母 只有一个师尊 咱俩加起来也不是对手 你多虑了 我要结的人远在天边 近在眼前 是谁 封孙蓉 据我猜测 他们两个早已私定终身 就不怕他离处不来 既然如此 我也就没必要伪装下去了 到时候我们三打一 就问你怎么说 哈哈哈哈 虽然气蒙没错 为何我心中却感到一丝不安 不行不行 这种想法 是对王上的不敬 王上必不可能失败 小师叔还没回来 白灵却和一个小道士回来了 小李道长 慢走 道长 难道是你救了白灵姑娘 是啊 怎么了 卢走白灵的舍利实力强厚 你怎么能救他 那玉舍利的确实力强厚 我也受了些伤 算是险伤 就怕是别人杀的 你出来领功吧 我没必要骗你 那妖丹呢 我没必要骗你 那妖丹呢 若是你亲手斩杀 必定取了妖丹 我取了妖丹做什么 又不能帮我生气 等等 师傅从没告诉过我妖丹的价值 小经理和无妮也没提过妖丹的事 难道说 被我说中了吧 那妖丹价值连城 如果是你杀的 怎么可能不许走啊 价值连城 下次一定要开自动师 去才行啊 李刀长不会骗人 全航程的人都知道 可我 我的女神 为啥吓着她啊 听说救了白灵的高人在这儿 是她 为什么会有人如此英俊 修为还高深莫测 小师叔你回来了 其实是你斩杀的那个射力妖对吧 闭嘴 醒我的仇家还不够多嘛 小师叔 这江湖骗子 说是她杀的 你信吗 反正我不信 不是她 难道是你 频道 招歌慎虚冠 江守银 有些问题想请教 请讲 那日的飞天狮子 可是道友斩杀 是我 果然 道友两次救我于水火 大恩大德 无以为报 小师叔 你在干嘛啊 我拿你当天 你给他装孙子 都是无心之举 不必如此 嗯 不知道又来自哪方仙门 白玉金 青阳宫 还是游云罐 她定是道教名门的转世妖孽 作为肾虚冠的继承人 我一定要搞好关系 杭州城外十里坡 德云罐弟子 地主 不知师尊名讳 家师于基安 没有仙门栽培 没有大能提携 年纪轻轻便有如此修为 她还是个人嘛 在下还有事 不便久留 告辞 小师叔 你不要被她迷惑了 她身上毫无真气波动 世间传承无数 岂能只用真气来判别修为 你可曾千眼看到她出手 这个 倒是没有 是真是假 一事便知 到我们 掌心雷 变大 接招 小力道者 小心 小心 偷袭 定下 我刚好是手的隔空的区 这是仙法 传世仙法 定身术 李 李楚道友 哎哟 还有什么事吗 我还急着去取妖丹呢 我这师侄虽然不静 但已然受了重伤 回头我一定多加训诫 还望到有大人大量 不要记恨于她 啊 知道了知道了 再见 咬胆我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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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人 你回来了 师父 我好傻 我只知道怪物打败就好 却不知道妖丹才是最值钱的 等我赶回阳山亭 那一生里的妖丹已经没了 啊 这妖丹确实珍贵 因此有许多修行者不非人有欲妖则杀 行径与邪遂无异 为师没告诉你 也是怕你误入歧途啊 黎楚 见过余道长 你来干嘛 又撞邪了 不不不 我是来跟你炫耀一下 本少已经被行程政绩书院录取了 哦 就是本朝录取最严格的那个书院 里面的学员非富极贵 普通人家的少爷啊 就算再有钱也进不去 所以你的意思是 你娘改嫁了 呸呸呸 我是那种只会靠爹的人吗 难道不是吗 所以你怎么想 反正我马上要去书院常住了 啊 那边确实不错 那附近的桃骨楼寻祥斋 都是一等一的好巨处 没想到余道长也是性情中人 嘿嘿嘿嘿 彼此彼此 小李道长 出事了 公孙姑娘被人掳走了 怎么回事 刚刚公孙姑娘正在府中玩耍 转眼间就被一伙妖人绑走 李道长 快救救小女 见过大人 别废话了李道长 请你快随我来 好 快 这边走 江道长 我把人请过来了 李楚道友 贫道学艺不精 未能保护好公孙小姐 先别着急 科府说说 具体经过 公孙姑娘当时正在院中吸水 身边由我师侄陪伴 没想到白灵突然阴气爆发 掳走了公孙姑娘 我本要追上去 却被那白简师爷拦住 现在看来 茨尔人应该是冥界鬼将所变 两位道长 他们还在小女房间留下了这个 想救公孙柔 今夜此时 不是吧 又来这套搞我 小师叔 你怎么了 叫李楚来白骨山服侍洞 终于不是我了 李道友 我伤重不能助你 但我的几位师侄还能尽一些绵薄之力 师叔 我们等他去白骨山就会死的命 我有一头青驴 脚成极快 可以见于李道长 也好 那就多谢了 李道友 我伤重不能助你 但我的几位师侄还能尽一些绵薄之力 师叔 我们等他去白骨山就会死的命 我有一头青驴 脚成极快 可以见于李道长 也好 那就多谢了 你终于醒了 白铃 我不叫白铃 白铃难听死了 我叫红铃 这两个名字也没有差很多吧 死到零头了 还有心情吐槽 你 你想干什么 再过两个时辰 那个小道士就会来救你 而你 会亲眼看着他被我们的王上犯一样 你们的王上 红铃 辛苦你了 王上的实力已经全部恢复了 真的 当然 王上还为我重铸了身躯 现在就算吴王不出手 我也能自己解决那个小道士 哈哈哈哈 多谢 你便自行离去吧 新眼术 开 一人 两药 还有一把尖 不管你是谁 有何所图 都不应该伤害我身边的人 你来了 我来了 我就知道你会来 我当然会来 来了就得下地狱 你给我闭嘴 哈哈哈哈 你们两个出去守着 不许让任何人进来 也别让任何人逃掉 是 尤其啊 我已经看不出你的精进 但你身上 却残留着一丝强者的残魂 确实如此 我还受了很重的伤 我向来敬给强者 如果你保证不再阻挠我收集命银 我可以让你带他走 如果你说的搜集命银 是以残害无辜百姓为代价 是我 不能同意 残害 这种乐于助人的事 怎么能叫残害啊 命银无法通过强迫获得 只要自愿献出生命 才能夺到命银中的力量 我给他们的是机会复仇的机会 我给他们的是机会复仇的机会 虽然很多人确实会因为一时怒气变得偏激 甚至不惜自我毁灭 但那只是一时冲动 而你却利用了这一点 让他们再无转环的余地 幼稚 我可是知道每一枚命银的来历 一路虚指 曾和丈夫立下海誓山盟 可当他年老四衰 其丈夫却领去新欢 甚至盼着他早死 你告诉我 该如何转环 嗯 没有我 谁给他伸张正义的机会 是你 还是其他什么人 嗯 即使文明演化了上千年 也难免会有阴暗的角落 或许该有一种力量来弥补他们 但绝对不会是你 只会造成更大的仇黑黑暗 没想到你如此冥顽不灵啊 若不是本王尚未修炼之不死不灭之境 哪里需要跟你好言好语啊 说来说去 你还是要散播命运 残害这一方百姓 我这一剑 为所有死去的百姓 为安宁开平的航程 不是吗 我的剑 哈哈哈哈 你以为我刚才跟你废话那么多 是为了什么 你的剑 已经斩不了我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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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开你的脏手 不可能 这明火 哪怕是千年凶手 也该事故无存了 你到底用了什么神通啊 铁布山 你骗鬼呢 那种浮路流的东西 也能和我的明火相提并论 哼 你不信了 哼 现在想逃跑 晚了 我的剑碎了 正好这儿有一把 虽然救了它 先凑合用了 哈哈哈哈 愚蠢 神剑岂是你能拔出的 神剑岂是你能拔出的 不 不会吧 真的动了 不过 就算它能拔出来 你应该回不到 不怕不怕 神剑岂是你湿的 它的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